欢迎来到国际快资讯 首先,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华为已公布了一项光刻机专利 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 这项专利的具体登记时间是今年的11月15号 而且最让人感到兴奋的是 这项专利还是极为先进的EUV光刻机技术 EUV光刻机技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在许多资讯平台都常常看到这个名词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EUV光刻机技术指的就是一种 极为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 它的学术名词叫做极子外光刻机技术 用英文来讲就是Extreme Ultraviolet 简称为EUV光刻机技术 这种技术是十分先进的 具体来说,在制造7纳米机以下制程的芯片时 EUV光刻机技术都是各家芯片厂商首选的 如果以芯片制程来区分芯片的先进程度的话 那么,14纳米以下制程的芯片就可以被称作是先进芯片 而14纳米及以上制程的芯片则被称之为成熟芯片 当然,这只是一种较为简单粗犷的分类方式 芯片的具体性能不仅仅与制程有关 还与架构、运算频率等参数有关 但总的来说,制程确实能从很大程度上 体现一款芯片的技术实力 比如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手机 其芯片制程大多是在14纳米及以下的 至于14纳米以上制程的芯片 则大多用于家电、汽车等对于芯片性能要求不高的设备上 中低端芯片也就是14纳米及以上的芯片 其实我国早已可以实现量产 美方在这方面根本无法对我们进行什么限制 他们能够限制我国的主要就是先进芯片制程 也就是EUV光刻机技术 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美国才能够不断对我国半导体企业进行限制 不过即便如此 EUV光刻机的核心技术也在不断被我国企业突破 华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本次华为申请的EUV光刻机专利的专利号为 202110524685X 华为在这项专利中提供了一种控制EUV光刻机中光刻装置的方法 使其制造出来的芯片质量能够进一步提高 近几年 美方以各种理由对我国发起限制 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 它们的限制更是层层加码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我国科技的进步 不过现在来看 这一切行为显然都是徒劳的 它们的所谓限制 不仅没有达到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目的 反而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研发投入 目前华为已经成功取得了光刻机专利 中芯国际也公布了新一轮的扩产计划 就连ASML也表态将持续向中国供货 除了华为在EUV光刻机技术上取得进展外 其他中国芯片企业的表现也十分出色 比如中芯国际就公布了一项扩产计划 它们要在全国多个省市新建数座12英寸晶圆工厂 合计年产值将达到34万片 中芯国际是我国半导体行业当之无愧的龙头企业 近年来中芯国际频频出现在美国的限制名单上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它们的实力 针对本次计划中芯国际表示 它们新增的产能当中有70%以上将用于满足中国芯片市场的需求 其次才是海外市场 中芯国际的计划是十分合理的 毕竟中国才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市场 我国每年花在芯片上的钱高达4000亿美元 比进口石油花的钱还要多 这样看来中芯国际本次的扩张计划的确是信心满满 不过随着中国半导体企业快速崛起 荷兰的ASML却有一些慌了 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的上游供应商 全世界大部分的光刻机都是由它们生产的 本来如果没有美国的限制 ASML可以继续向中国源源不断的出口光刻机 但现在经过几年限制后 我国企业靠着持续的研发投入 已经掌握了不少光刻机核心技术 照这样的发展趋势 用不了几年 ASML就会失去大部分的中国市场份额 这种情况显然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 所以即便有美国的限制 最近ASML还是表示 他们将持续为中国企业供应光刻机 最近美国在封锁中国科技领域接连出狠手 10月上旬 美国商务部发布9项制裁措施 规定芯片企业需要获得许可证 才能向中国出售用在人工智慧 超级电脑的先进芯片产品或技术服务 也要求美国半导体企业的人员 停止向中国芯片企业提供服务 目的就是要阻挠中国发展先进芯片 这还不算 紧接着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10月14号发布公告称 美国政府将以国家安全为由 禁止批准美国新的通讯设备 采用来自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和中兴的产品 据称 这项提议一旦11月中旬获得国会的批准 这些中国公司若未经授权 将无法在美国销售新设备 FCC主席罗森沃塞尔10月14号在声明中说 联邦传播委员会仍致力于保护国家安全 确保不可靠的通讯设备在美国境内不被授权使用 这项工作将会持续不屑 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这几年来 一直在为难中国科技企业 2019年将华为 海康威视等企业列入经济黑名单 美国国会2019年通过一项法律 要求美国电信从业者 态换华为 中兴通讯等厂商设备 并提供补贴 2020年 FCC宣告华为和中兴的通讯网络设备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并禁止美国公司将政府提供的 83亿美元资金用于采购这些公司的设备 2021年6月 FCC投票推进计划 禁止美国电信网络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等设备 2021年3月 FCC根据2019年颁布 目的在于保护美国电信网络的法律 将五家中国企业列入国家威胁清单 包括华为 中兴通讯 海能达 海康威视 及浙江大华技术 今年 FCC将俄罗斯卡巴斯基实验室 中国电信美洲公司 中国移动国际美国有限公司 太平洋网络和中国联通美洲公司 列入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黑名单 美国除了自己遏制中国科技企业的发展 还鼓动其他国家不使用中国电信设备 甚至阻止拉美国家使用中国数字网络设备 据称 美国和欧盟在今年6月计划联手 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 以帮助那些原本可能接受中国资助的国家 协助他们建设网络基础设施 这是美国与欧洲首次在这方面的合作 最初的项目将从非洲与拉丁美洲着手 有望在今年年底就开始进行 在美国看来 卡住芯片就卡住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发展的脖子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 如果美国对华采取技术硬脱钩政策 完全禁止美国芯片公司向中国出口产品 据博士顿咨询公司BCG估计 美国芯片企业将丧失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 并减少1.5万至4万个高技能工作岗位 以此同时 美国的围剿行动正倒逼国产芯片行业快速布局 不少芯片企业加速布局 国产芯片自主化正不断加快 回顾历史 中国尖端技术的发展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在一次次围追堵截中不断探索和创新 最终打破国外技术封锁和技术垄断 实现逆势突围 观看更多新闻 请订阅国际快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